準備要出發了 我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到澳門 這飛機還早 距離登機還有兩個小時左右吧 那就先吃個東西晃一晃 在這邊人很多 出租車人很多啊 不知道排到什麼時候 這澳門大學在珠海 租的這個地 風景宜人 早上 但這旅館 早上沒有早餐耶 他不對外開放的旅館 蓋得很漂亮 連小小庭院都有 那就是 中國的理工男 不僅不懂浪漫 在他們的世界裡啊 根本就沒有浪漫這個詞 因為在他們的眼中 所有的事情 都是可以通過數據來計算的 我老公 就是典型的理工男 記得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我們一起吃完飯和我們來 在這裏的大陸清晰 說今天他的破壞了 感謝你 他說 今天吃飯 坐公交車 4塊錢 共計支出174 回報是有美女可以辦 今天就10了 結婚以後呢 我老公是理工男的特點呀 更是發揮得淋淋淋淋 家裡的水電器 他全是要做 他只要發現呀 這個月比上個月多出了不少 他就會全面的睡醒 然後跟我說 啊 以後洗澡 可能一路的時候 可以把水燃掉 以後買電熱器的時候呢 看一下公寓的多大 以後熱門扣的時候呀 水開已經 去溫暖 他不是讓我們用眼睛去看 而是讓我們用心去感受和體驗 中國式浪漫 思路無盡可寻 但是 就無處無在 中國式浪漫 是夕陽下 年代的老人 在公園牵手的藏幕 是逢顏墨見全家老小 一起吃的排骨飯 中國式浪漫 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 每天升起的鮮豔五星紅旗 是大災大難面前 無數的普通人 寢視而出 中國式浪漫 還是古代的 誇復追日 巨人天問 精魅填海 和這個 這樣一系列的傳說故事 以及浪漫精神 中國式浪漫 更是現代科技的輝煌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叫雷斗 行星探測 叫天問 太月工程叫長蛾 月球車叫地圖 以及這個 航天飛船叫神鐘 中國式浪漫 是國家對人民的群感所在 也是人民對一個國家的 喜愛和信仰所在 都是我們華夏子孫 對中華文化的驕傲 和傳承所在 我深愛著 這獨屬於我們中國人 自己的中國式浪漫 朋友們 你們說 我們中國人浪漫嗎 浪漫 謝謝 謝謝 提到中華文明 在這個時間會想到什麼呢 是歸顯出書法家 是提出仁愛的音樂環境 還是古代的建築藝術 文學和哲學呢 我想 不同階段 不同經歷的人 第一時間所想到的中華文明 應該是不一樣的 畢竟 中華文明 越遠流長 他抽象而深刻 順勇和飽滿 還以後一眼與其 將其蓋 最後我想起 有一天 我們九歲的弟弟 很開心地回到家 他背著小書包 回到家裡 準備打開他現在的iPad 不曉得一點 他會作戒真的 我們說 阿B 你的三字經 我不是寫完嗎 弟弟 我一聲哀嘆 他說 你有沒有追求 這種魔鬼吧 魔鬼嗎 怎麼我還幫你 魔鬼姐姐 他的演講題目是 許芬根 是 他 他 在 你 在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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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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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跟我說的話 我也是一位特殊的朋友 他也是我們人生的肥肥老師 他經常跟我說 自己的意外出擊 他說全身的重要性 他說 我都覺得這個是什麼 他一向有看到 感受到我的祖先對你 還有尊重的追求 還有古代祖先們的滋味還有力量 嗯 參觀這時候 我還遇到很多 因為我經常到很多一些年輕人 他們都很愛這些文化 我們一起交流 我覺得是很榮幸 我是一個中國人 中國 中國年華年華 全新的故事不單只是我的故事 更是每一個愛中的文化的故事 我希望有人可以給到全程者 把全新的故事 把揚上開去 謝謝 也可以啊 對 沒有 聽你講話很好 哈哈 這學校的風景真好啊 建築都是新的 我拍一小段啊 別介意 哦 這裡應該就是熱帶氣候了 北回歸線也來了嘛 對啊 熱帶氣候 等於就是觀光區了 感覺 蓋的像觀光區一樣 在這邊讀書成績不好的 真的是 該做 這麼好的環境不認真讀嗎 不過要醒悟啊 不過要醒悟啊 師傅 他穿了苦澀的條文襯衫 厚厚的金氏晶片顯得他格外銷售 當時擦成半彎的腰大堆 圓著一個被鋪開了肚皮的大型鬈表 信smcc端響著 Alf 原來是這裏錯了一招 不過這個問題可能挑整照一天半天就好了吧 啊,一天半天,就调了个齿轮就需要一天,就连我刷抖音,看开头鼠标很无聊都没耐心看下去了,更何况是调齿轮,而且还是剩百个。 就这样,几乎千千万万别试错,八个月后,乾隆皇帝的陈祝金,香薰月许法中,在王金神手中获得了新一声,还笑着点点头说,嗯,感觉只有钟表动起来,才觉得是活的。 其实,我们大家谁会在意,那博物馆里的钟表,是动还是不动呢?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老头,让我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人,花费千千万万个日夜,做冷板斗,盯着几个零物,文物发愁,只为了文物,将手每天泡在煤油里,头发白了眼睛,哗了,只为文物,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文物修复事业。 最后,无名也无力,只为文物。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爱国是什么?爱国是像郭建平,郭子涵一样,扎根相吹,建设祖国,爱国也可以是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而现在我想,爱国更加融入到了我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正如《七子之歌》里所唱到的。 你可知马口,不是我真心,我离开你,还就了不清,但是他们远去,你是我的主题,我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让我们铭记历史,不忘爱国的初心,一起成为华夏民族的掌灯人。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选手,现在是三十秒的听话时间,请各位评审为选手打分。 我自豪,我是澳门演讲专业协会的荣誉会长。 感谢我们的康备长,我们的成为长,给我这么一个至高如上的荣誉和待遇。 所以来到这里,我就是澳门演讲界的同人,我就是一门演讲爱好者, 我就是我们澳门的演讲专业协会的同人,就是会员。 所以我必须要说,说什么,我认为本次我们的中华文明,由我延行的这样的一个全国的邀请大赛,至少有四大特员。 谢谢我们的领奖嘉宾,我们继续要发发的同人,也是一等奖的获奖者, 我们先有请领奖嘉宾,玄新社欧阳伟然理事长,有请上台, 以及有请我们的评审团代表秋启红院士来舞台上, 为我们的一等奖选手来颁发我们的人遇。 好,有请我们一等奖的选手,这一轮也是三位的获奖者, 包括是来自福建的李嘉玲。 恭喜,有请来到台上。 来自江苏的杨玉泉。 彼此来自海南的王嘉,恭喜三位。 陈永恒,以及来自黑龙江的李万伟,恭喜三位。 恭喜各位,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与我们的选手一起欢迎聊天。 请我们的摄影师,啊,我们一起向左手边,我们迈向两步。 啊,终于到了这个酒店,一个大哥,解放军大哥毕业,不是, 跟我一起过来的,啊,今天一波三折东西一直掉。 啊,不过,这一次来澳门认识了很多人,啊, 有一堆小妹,一堆更小的妹, 等会儿是一个解放军大哥, 也要,跟我睡在,这里, 解放军大哥,他现在真, 他也掉东西,好麻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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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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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贵怀下去到马路拍吧 算了 所谓 马路上都有 也不必要这样拍 澳门航空 那个班机5点2个小时 我在内地都还没有这样 内地飞台湾都不会 澳门航空很慢 我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 终于回到了 这个 澳门航空 既5点又搞百度车 进出关 便搞得那么远 还故意做百度车 因为那个载我的司机说 他之前从澳门回来也是搞霧点 我看是不是港澳跟台湾互相在那边 互相刁难 不知道 无所谓了 反正已经回到了 又搞了半夜 又搞了半夜 唯一